黄河在上世纪80、90年代曾连续多年断流 河流生命一度宾危 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消息 中国近期在为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划出一系列红线 亦在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维持黄河健康生命 黄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到2030年 今年3月获得国务院批复 其中重点确定了平滩流量 地表水用水量 地表水耗水量 地下水开采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河道内生态环境用水量 和断面下泄水量等14项控制指标 据介绍 黄河属于资源性缺水河流 河川净流量仅占全国的2% 却养育着全国12%的人口 灌溉着15%的耕地 支撑着约14%的国内生产总值 现状供水量已超过了黄河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由于供需矛盾突出 黄河曾饱受断流之痛 从1972年到1998年 有21个年份黄河下游出现断流 1999年 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始统一调度黄河水量 通过一系列措施 黄河实现了连续13年不断流 并为的河流生命重获新生 根据规划 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 是智皇总体布局所要构建的六大体系之一 大陆将加强大中型灌溶的节水改造 加大工业城镇生活节水力度 建设谷贤水利枢纽 及陶河酒店辖等谷干吊蓄水库 加快建设河湖联通工程 加快开展南水北调西线等向黄河调水工程的前期工作等 以确保各项控制性指标实现